教育教科文组织在人类思想上构建和平 怎么实现 中国古人已经各处当案 建国军民教学威胁 同样的世界和平 宗教天堂祝福暴徒也都是教学威胁 我们真正能够把教学做好 把传统文化做出来 这个世界就能够统合成为一体 永远消灭战争 实现永久和平世界太平盛世 那么在现代社会 我们要想实现世界和平 唯有从宗教团结下手 宗教团结就必须要回归教育 把宗教圣灵讲清楚 讲明白 讲透彻 现代人就不会历解宗教神秘线 虔诚的信徒 明白教义之后 也不会受到误导 彼此对立 走上歧途 真正发心 我们就能够得到古生先贤 加持和保佑 就能够遇到好的机缘 接受到好的教育 让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我们不但要将圣贤教育 教导传统的文化 这个精神给世人表演出来 还要有能力给大众们宣讲 其中奥妙的一体 精空将教学维先总结为 十个方面 安神灵敏教学维先 创业齐家教学维先 建国军民教学维先 离异之邦教学维先 稳定和谐教学维先 过奉民安教学维先 太平盛世教维先 长治久安教维先 祝福暴徒教维先 极乐世界也是教学维先 无论是对个人生活幸福 还是对于国家长治久安 无论是宗教 宗教家传教 还是治理一个团队 管理一个国家 教学都摆在第一位 教学太重要了 可是我们看到 现代的学会 既不是老师在教 也不是国家领导人在教 而是媒体在教 电视 网络 他们在教 简单 教学生 教学生